大家好,我是炮戏,今天来讲HKE BOSS 这是一台外贸电视盒子,配置还算不错 SoC是S905X3,4G运行内存,32G内部存储 作为安卓电视盒子使用时,最高可以播放8K24帧的视频 如果想了解它作为电视盒子的表现,可以去看一下往期的视频 今天的话是打算用它来当服务器使用,看看它的表现怎么样 由于之前用它播放视频的时候,测出它的温度可以达到80多度 所以这次我为了避免像之前的威家云那样把机器给烧坏了 提前做好了准备,首先把外壳给拆了,发现它在处理器上面就放了块铝散热器 本想把它拆了,换块更大的,但是它粘得很紧,还是不要大力出奇迹了 听说有的网友,用力一抠直接就把处理器从主板上面拔下来了 感觉还是挺危险的,大家这点需要注意一下 那么我的处理方法是,给它加风扇 本来是打算自己画CAD图纸的 不过后来我发现这块主板放到之前的威家云的外壳上 也可以用,所以就凑合着用了 上面我加了一个小风扇,通过USB接口给它输出5V供电 那么这些都是夏天的时候做的 不过现在是冬天了,也可以不用加风扇 那么接着开始来刷机吧 这台机器启动其他的系统的方法很简单 按住耳机孔内的复位键,再插U旁和电源就可以 那么怎么准备这个U旁呢? 方法其实和以前的差不多 使用USB Image Tool等工具 将固件写入U旁中 然后再来解写DTV 然后再来解写DTV 这样改完就可以了 系统U旁的制作方法很简单 我这里就准备了一支牙签,往里面捅,按紧 U旁提前插好,再通电源就行了 HDMI会输出画面到写置器上面 我这里用的固件是以前的N1上面用的那边 可以成功启动 但由于U-Boot不适合,所以屏幕是蓝屏白字 如果用适合的U-Boot应该是黑屏白字 不过其他方面好像没什么影响 操控方面也可以连接电脑键盘 也可以像我这样弄个2.4G的飞速 随后我就发现问题了 就是通过网线连接路由器时 不能自动获取IP 网上了解一下发现得用第三方DTV才行 于是从网上下载一个让网口可以用的DTV 然后复制进U旁 复制一下文件名 再来修改配置文件 保存推出U旁 这样一来网口就可以用了 但是只有白照 相比之下通过Wi-Fi连接网络 它的速率反而更快 那么在这上面能用什么呢 Docker是可以用的 有了它机器就可以玩出很多花样 Engines可以正常运行 用它可以来建立网站 SMB共享也没问题 现在室温20度左右 机器不用风扇 温度在50度左右 开启风扇后 闲置状态以下 温度可以控制在35度 各方面的表现呢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然而它的千兆网口 没有办法正确驱动 怪不得网上讨论 用它刷RBN的资料那么少 毕竟有线连接只能达到百兆 想要更快只能通过Wi-Fi 540兆比特每秒的话 用也还是能用 但是感觉就差点意思了 所以看来这台机器比较好的用途 还是刷OpenWrt 那就留给以后有机会再来折腾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